那么然后呢下面还有一个点呢 就是我们呢你可以呢去重写这个模板啊 什么意思啊 比如说你现在你看这个后台 这是他后台这个页面对吧 假如说我不想用他后台的页面啊 怎么做啊 你可以呢进行一个重写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只是做一个了解啊 比如说我要去改变他这个上面的这个 将购管理这个标题啊 怎么做 我们给大家做一下啊 怎么重写啊 就是找到啊 首先你找到他这个页面啊 找到他的这个页面的文件在哪 那么这一部分呢 就要去到我们的虚拟环境里面啊 Ctrl加H找到这个虚拟环境 点VirtualUms 然后找到我们对应的虚拟环境 BJ18 里面有个Lib Lib里面呢是我们的Python 那我们装的这个Jungle呢 就在这个SATA PyAXIS这个文件里面 这里面有一个Jungle啊 那我们的后台管理呢 其实对应着一个应用 这个应用呢就在Contrib里面啊 Contrib下面有个Admin 这就是我们的Admin应用啊 点开它里面呢有一个TimePlace 这就是它的模板目录 然后你点进来之后 它里面这个Admin 好 里面呢就有一个叫做BaseSite啊 这里面呢就是它的后台管理的这个界面 那我们要重写它的话啊 我们按照我们之前讲的模板文件的加载顺序 我就可以呢直接复制一份 然后放到我们自己的 这个下面吧 在这个下面呢 我给它建一个目录叫做Admin 然后呢把它呢放到这里面 放到这里面的话 我们就可以呢在这里面去加一行内容 比如在这里面加一行内容啊 加一行内容呢 我首先我加上一个HR啊 加上一条水平线 然后我给它写上一个啊 自定义标题 自定义标题 OK 那么现在啊 按照我们模板文件的加载顺序 它在显示的时候 它就会使用我们的这个啊 后面呢它就不使用了 你在这边你做一个刷新 你就会看到下面的多了一个自定义的标题 好 那么这里面啊 本质上还是给大家说明 你不想使用它默认的这个 页面的话啊 你需要呢去自己呢 去定义一个相同的页面啊 相同的页面 哎 就使用我们的模板文件加载顺序 那么按照我们的加载顺序呢 它就使用的是你自己定义的这个页面 哎 从而达到啊 重写这个页面的一个效果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大家你做一个了解啊 你做一个了解 咱们这给大家说一下啊 我们一般也不会动它啊 然后 这里面就是我们的Admin站点 Admin站点的话啊 我们说这一部分呢 列表页编辑页啊 这些选项呢 你也不需要去记 你就下去之后啊 跟着我们这个 把它的每个选项呢 给它试一下啊 你就知道有这么一个选项在啊 将来你用到的时候 你忘记了 你就过来查一下啊 OK 这是我的命运站点 对呀 我先看你一下吧 对呀 对呀 对呀